好 現在呢 在這個疫情的部分也逐漸的趨緩 那麼指揮官 我們上日前也說了 指揮中心年點前不會退場 年底前不會退場嗎 不過現在隨著選舉的結束 是不是未來每天還是要開防疫幾者會 舒安強就說要等指揮官來宣布 但是大家都希望能夠減少 那另外呢 還有關注的就是 在這個新增的病例的部分 持續的呢 跟上期來比是減少了 而且在過去一週確診數比起再上一週 大幅減少18.6% 所以呢 很可能在這個禮拜 就會來宣布口罩的一個鬆綁的政策 會不會在今天宣布呢 要持續看 因為現在隨著確診的幅度再往下掉 10到20左右似乎在這個口罩令解除時間 可能在這一週就會來宣布 那麼大家就說 因為選完了不用演啦 以及根本就是打了一場防疫的選戰 開不開沒差 乾脆收掉好了 選完之後呢 現在記者會乾脆也不演了 也不開了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回呢 根據了這個大家可以看到 為什麼輸得這麼慘 有人認為說 就是防疫做的不好 施政呢 讓民眾無感 那麼現在陳昇中參選失利之後 外界就點名薛瑞源 他是一個戰犯之一 因為先前呢 他這個前課書引發了爭議 那麼他自己的說 內部在檢討了 他不會迴避政治責任 沒有行政部中立 支持黨籍的候選 他是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 現在被認為說 是不是戰犯之一 他說 領域決定未來的去留 至於現在傳出 指揮官王必勝已經內定 年底就要來接不逃的院長 有這樣的聲音 中華民國防疫協會里長王映賢就說了 這兩個人啊 事實上都沒有做到行政中立 應該自己就決定去留 後路鋪好了 所以才會在選舉當中 過程出現這麼多不合邏輯 甚至是個荒腔走板的表現 好 選完不演之後 吃了敗仗這些人 接下來要到哪裡去 要入閣嗎 現在也有傳出說 是不是 好 鄭文燦 還有陳昇中 要組一個燦中聯盟嗎 不過呢 我們來看到隨著這個部分 大家對於說 未來包含了 薛瑞源包含了 王必勝 還有在這些候選的部分 未來到底會去哪裡 大家也持續再看 不過我要跟各位 跟全國民眾講 事實上我們的防疫的成果 已經逐漸的浮現 那我們可以很樂觀的預期 未來 不管是新一年還是舊一年 應該是可以過個歡樂的年 部長 您可以請問一下 您的意思是不是說 我們的防疫成績是好的 我們有被外界汙蔑的狀況 這個各自解讀 不過我的方向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就是可以預期 今年可以過個好年 這個我已經回答過 這由指揮中心決定 部長 在輔選期間 大家指引您就是行政不中立 然後現在又被抓是戰犯嗎 您自己會不會想要請辭負責 這個我已經有回答過 不過就是說所謂的行政不中立 政府官對自己的政策來做辯護 以及支持黨籍的候選人 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部長 您覺得您有干擾到這一次的選舉嗎 您覺得您是成為這個影響確決的一種主席 這個就讓各自去覺得 我自己不會去回答這個問題啦 因為我不會陷於那種說 我自己去防守或者是這樣 不過如果要我負政治的責任 那我絕不迴避 絕不迴避現在呢 被指出是敗選的戰犯之一 不過有立委站出來替他暴虛 替他緩加 而學員之前多次強調說 在疫苗的採購上有前客 但是外界就質疑了好嗎 那前客是誰 為什麼一直不公佈名單呢 在立委許志榮的質疑之下 在今天突然改口說 要有足夠重序才能講 不要害他被告 我是覺得替你暴欺啦 謝謝委員 說這個戰犯也太沉重一點 不過你回答的也很好 本來我們自己的業務做好 我們也沒有什麼下台不下台的問題 除非內閣改組還是怎麼樣 那就是長官的意思 不過在這邊我老實說我也要提一下 就你也有講過說適當的時候要再來公佈這個有關前客的這個事情 我覺得啦 反正他們就算詐騙沒有成功嘛 沒有錯 但是他們用心不良嘛 那些人啊 那些不叫分子 用心不良 其實我覺得啦 把它公佈出來 其實也沒有 也不是什麼不好的事情啦 好 有啊 你要讓我讓人告 這樣怎麼會讓人告 一定要跳出來把你告毀方啊 其實他事實上有做這樣的事情啦 對 但是我們要有足夠的證據啦 才能夠講這種話啦 他就有去拜託我們的話 他又沒有拿到什麼說錢 那就純心做這個 那好 沒關係啦 那個 當然也不能因為這樣子 讓你被人告啦 最新消息大家關注喔 在這個口罩令什麼時候解除呢 許願蘇貞昌在今天召開了擴大防疫會議 會議上討論包含了世外的口罩令 都逐漸開放的態度來應疫情 台灣社會也期待邁向正常生活 有關口罩措施的放寬時期 跟邊境的管制調整的細節 將會請指揮中心統一的來公佈 街頭人來人往 大家都戴著口罩 指揮中心27號開會討論 12月1號戶外口罩鬆綁 發言人莊仁祥表示 一有結果就會宣佈 口罩令我想這個還是有指揮中心來宣佈 感染科醫師邱正群表示 戶外有風的地方不戴口罩都還好 擁擠或是人多的戶外 還是建議要戴上 今年應該就只會放寬到第一階段 室內脫口罩還要再等等 另外對於指揮中心要不要解散 發言人莊仁祥表示 可能調整疫情記者會的頻率 將由指揮官宣佈討論的結果 感染科醫師黃立民表示 指揮中心降級跟法定傳染病等級調整 可以擇一先宣佈 不建議指揮中心直接宣佈解散 最怕流感大流行跟新冠繳在一起 隨著疫情趨緩 專家紛紛提出政策鬆綁的建議 指揮中心的實質功能似乎下降許多 記者釐清王一仲台北報導 海皇鮑魚干貝AXO醬 這個你只要加上一瓢味道馬上升級 它蛋白質是雞肉啊 是牛肉還有蝦的三倍 更是呢礦物質遠高於魚翅啦 燕窩之上 趕快上快點購 輸入我的推薦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優惠喔